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油条碎 少许酱油 最后再倒入一大勺热锅里的豆浆 再买几根他的完美搭档油条 这就是一顿舒舒服服的早餐了 吃完了饭可以去爬爬山 在城隍阁上可以俯瞰整片西湖 在一个小巷子里我们瞧见了葱包会的身影 有一千多余的历史 跟阿姨聊天才知道 这个小吃是用来纪念岳飞的 当年杭州的面点师傅用面粉捏成两个小人 象征着秦桧夫妇 把他们放入锅中油炸 后来创新的吃法就演变成了如今的葱包会 不知道您是否喜欢我今天介绍的美食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Gis la Vito